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igi 近日现身内地工作 港媒陆续出post 报道 除了因为她受欢迎 当中也包含别有用心的诡计 当然同样是因为她受欢迎 有些向来迪士TVB的媒体表面激烈报道Gigi的新动向 其实是开放场地 被一众反TVB的读者畅所欲言 肆意攻击闫明熙 一来为自己的平台炒热度 二来趁机企图把Gigi打下来 港媒想将一些看不顺眼的艺人打下来 惯上伎量将他们与大陆挂勾 为人民币放下尊严做小丑、折腰之旅 令一众对内地反感的粉丝起厌恶感 流失了这帮粉丝 这些艺人在香港的地位危危附 用字上再加多两前欲紧 人气王都变人气王 是放弃过气 之前的确有不少艺人中伏 甚至一线艺人都被港媒打到对香港異庆难山 无他,因为他们出道有一段时间 当中若是商台的爱将的话 翻新机会更微乎其微 因为他们的粉丝实在有大量反TVB 反外地的人 流失了这帮支持者 他们的地位不动摇就奇怪了 所以越是建基于商台的艺人 越容易被人打下来 心水清的都知道 有些地方绝对不是一个有软健的艺人 值得投资的平台 好幸好我可以写包单 这些阴招套在任何一个声梦成员身上 都不成功 因为声梦是来自TVB 在香港四分五列之后出现 看声梦的人 即是会看TVB的人 就算不是TVB的涌等 都不会瞎反TVB 这些观众瞎反内地的机会是好味的 所以用内地挂钩这招 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 因为反TVB、反内地的根本不会是声梦的粉丝 既然没有这些人的存在 又可以流失些什么人呢? 慢反TVB和内地的 有没有港媒推波助澜 都不会对声梦有好感 开多几个地盘给他们 都只是重复又重复的扶评 以及不好听的说话 本身就不是声梦的粉丝 即是没有增长也没有损失了 相反,他们越失控 反而有机会令到一些中间派 留意到声梦、留意到Gigi 太过位又无止境的恶行 多少都会令人烦厌 我之前提及过一些朋友 在社交平台上 由早到晚都在闹 他们只会得到同一个下场 就是变透明 Gigi和声梦已经一步一步上位 不坏好意的港媒 一定是比我们更加急 想将声梦打下来 旧气法已经不奏效了 什么还是不上学、同工、发明声梦的批评呢? 只会令到隔离台尴尬 现在播出那套剧 那班幼稚园学生 他们都是在疫情底下被父母抓去拍戏 最先爆出疫情的不是TVB 而是隔离台 大班小朋友的拍戏 薪酬应该都会说 开个户口 看他们作为交费之用 其实和落了父母袋有什么分别呢? 那段时间 学校还没停货 明星梦 即是连他父母都想做 多得他们 之前用这些套路去攻击声梦 手上原来是鼓滑的窗 窗口一早就对着自己了 我知道有不少声梦粉丝 很担心他们 北上发展之后不再回来香港 这件事大可放心 那些北上之后不回流的艺人 都是在香港发展了一段时间 到了平台期 或者做极都不红 才会去第二个市场求出路 或者延续自己演艺生命 新人和江沐起的 其实没有一个 会只是在内地发展而放弃香港 大家细心想一下就会明白 所以不用担心 为什麽只讲GVB 只是分享一些喜欢的 不要贪心了 不要大包围了 即是不要想讨好全世界了 免得不同的观众 看了会不高兴的 不高兴的 又是我 为什麽两日后关留言功能 因为节目越来越多 万一看流眼有人搞事 那就硬冤 Hello 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播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金钱的车缸 若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